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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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辨则为每方两分钟 自由辩论则为每方三分钟 每次发言时间如结前三十秒会有一丁的提示 够钟就会有两丁的提示 超时十五秒就会连丁数下 详细的赛规已经发布给各参赛校 如果比赛期间出现任务的问题 我和继续会暂停比赛 并交由三位评判自行作出裁决 请问随着各位对赛规有没有任务的问题 我先问一下 网络是否除了卡之外 不可以有其他字 应该是 所以我们接受 那现在就先请正确转联发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有没有任务的问题 主席、评判在在各位大家好 在二战之后 为了防止战争再次爆发 各国在美国旧今生起草 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正式建立联合国 根据宪章的第一章 联合国主要宗旨有疑 第一 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 第二 以尊重各国平等为基础 发展国际之间友好的关系 而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两个宗旨 联合国宪章有规定联合国 设立六个不同的主要机关 当中就包括安全理事会 主要负责调查任何可能引起战争的争端 并制定计划以制止侵略行为 现时安理会有十个非常任理事国 和五个常任理事国 即是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这五个自战时的主要战胜国 简称悟想 而由于悟想在联合国运作 初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因此他都被赋予否决权 安理会任何的议案 只要悟想之中任何一个投合反对票 都不可获得通过 然而否决权多年受到非议 1950年的时候 美国总统顾问Grandva Clark 已经针对否决权要求修改联合国宴章 1998年 墨西哥亦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取消否决权 而到了今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 又令到全球再度兴起取消否决权与否的争论 因此我方今天衡量变题的标准在于 取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令 使安理会更加有效地 将从联合国的宗旨 替造世界和平 我方认从今天面提原因有二 第一 防止大国滥用 联合国不再是政治工具 至联合国成立至今的77年 五常就已经合共适应了高达308次的否决权 而正如法国驻联合国大使热拉尔提出 五常每次否决 往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方面 五常透过否决其他国家的议案 抑制敌对阵营的发展 例如在1948至700年的冷战期间 美国以及苏联集行 凡凡否决对方提出的议案 最终令到30年期间 105个动议之中 只是大多服从少数 少数的各国家的声音根本没有被人听到 第二 各地大国参与水浴联合国职能 规定是五常加入联合国 乃至大量普遍的关键 由成立至今 五常一直负担更多支出 保护等资源 安理会军费之中 五常贡献超过五成特 最终的为例 除了是维和部队第二大出资国 亦是提供数目最多 种类最齐全的待命部队 三反大国失去了由因 自然会减少参与对自己 白贺而门一利的安理会 削减贡献 退出联合国不在话下 难以维和和平 情况正如美国意识到 世卫乒乒乓中落之后 慢慢削减开支资源 更加退出世卫 导致世卫资金大减四分一 令世界的卫生进程 举报为压 同样的逻辑放注 是安理会只会愈出一次 最后新闻邮方 方对五常人的自保手段 他们参加安理会的意欲 是会增加还是减少呢 各位 大方主任的法律时间后 三分五十秒 没有超时需扣分 接着公辩的环节 公辩一方可以由挑选 对方一位辩元回答问题 并打断对方发言追问 回答方不得反问 并不得打断公辩一方发言 如有违规 公辩一方可以即时指出 并判应同他立即扣分 每次一分 如公辩一方与上发言 评判可自行决定是否够扣分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以及请评判注意 谈者公辩分数时 请特别留意谈者的次序 特别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发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是发问的分数 欢迎再有请正方 派出一位辩元作公辩 好 请你自由选择 或者订阅 我选择反方主席 法方主席 主席 好 有方同学 请问安理会的特色究竟是什么 安理会的特色就是 他有否可以帮助小国发出 右方同学 你坐吧 我们的特色是专用到国家维持世界和平 请问维持世界和平 是否靠五成就够呢 不是靠五成就够 但是靠五成都够 但是靠五成都够 可以发股的 好 谢谢右方同学 但是不靠五成就够 要靠小国的助力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现在的大国就是 因为有否决 一些不听就否决 搞到小国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 怎样维持世界和平 不是的 我正正看到有发声的机会 主便说了那个气候议案 就是正正俄罗斯帮他们发声 还有呢 因为右方也都无论证过 其实他们过了之后 其实少数的声音更加被听不到 因为右方用多数多的少数的时候 小国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 有方请问为什么 这些大国他们 如果他们不是有否决定 比小国理位更高 为什么他们需要提议到小国 如果他们有不同的机会 为什么小国是要听大国的指令 不一定听大国的指令 他都会发展自己的声音 还有其他很多议会 他们可以谈不同的议案 是啊 但是安全理事会 安全理事会才有法定的权力 去进行不同的制裁 所以结论就是 右方根本论证 根本就解释不到 为什么安理会是可以 帮助 这个安理会的保护权 是这么重要 就会被人和国难人 所以一再问右方同学 国际法定财力 美国是要赔偿美尼加拉瓜 3亿3亿美元 但是为什么美国就可以 一票所谓 这个不是觉得做得好的 第一 我看不到 有冷局的情况出现 因为他们反对也有自己的原因 为什么有反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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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今天 我方讲的气候原因 就是帮人支持我 我讲的是 美国和尼加拉瓜的例子 所以其实右方根本就解释不到 基本辨论就是 暗用的情况 的确是有的 大国就要因为 维护自己的利益 去罚头对自己的不利的议案 所以取消法权 就可以令大国 受到国际法的约束 好了 再问 所以 暗用的问题的确存在 好 再问有方同学 请问 有方质询的时间 最后请反方公别 反方自由 出了辩元 自由选择 正方的辩元 与受质询 有方一辅 一辅 请问 有方联合国是否要大家一起合作 是的 请问有方是否要平衡到不同国家的意见 是的 所以今天有方都知道有否决权 可以避免少数奉重多数 拉拢的情况出现 到时少数的声音不能够被尊重 例如减排议案 今天跟你说没有否决权 俄罗斯没有能力去保护少数国家 被一些西方国家推卸排炭的责任 而的时候 今天有否决权才可以保护他们 所以有方第一个论别不成立 请问有方是否决定五常否决了多少个议案 请问有方五常否决了多少个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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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有方自己答不到五常否决了多少个议案 我方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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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现在通过了有87%的议案 今天有方提问他濫用 濫用在哪里 我方看不到 请问有方觉得五常是否没有贡献 不是但做了很多错误 例如刚刚我们 对 所以今天有方觉得五常没有贡献 所以他就说五常是否决了他们的贡献 也行 有方 有个学生你都没有听过 所以有方是否觉得五常 是否决了五常的贡献 也可以 的确是 因为他们决了 所以有方是不知道 是否决定联合外其他国家 可以补多50-57%的贡献 等等 有方同学我刚刚改了很多东西 有方是否觉得其他国家 可以补多50-57%的贡献 但是有方同学我刚刚改了很多 所以有方答不了 其实我跟你说有方根本不可能 今天非洲所有国家 加起来都不够1%的贡献 就问有方 美国前国务卿指出 没有了火决权 美国一天都不可能留在联合国 没有了火决权 有方觉得还有什么 有益可以令他们留在这里 其实那些吹水 他说你就信了 我相信 今天有方请他查个权威 我告诉你 没有了火决权之后 他们还会留在这里 所以今天有方自己答不了 只是自己在作一个手指出来 再问有方 再次下来 武功变寒 迫速 现在轮到正方的第一步 还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有点意思 幸好 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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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相思 有点意思 目的 有点意思 是 有点意思 会 主席 評判著著 各位 大家好 來到一副的位置很容易就發現到 有關同學其實很多論點都出現了錯誤 有關同學第一個論點就說 如果沒有了考決權 就多數人擁斷安理會 但其實在安理會裏面 如果要通過一個議案的時候 至少需要九個理事國的同意票 但現在安理會十五個理事國裏面 有八個是美國盟友 有七個是中國盟友 其實根本沒有一個陣營可以達到 需要通過這些議案最低的援纜 就算沒有了這個考決權 其實也不會出現有關同學所說的一些議案 很容易就被一方陣營 很容易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否決了 然後第二個論點 有關同學就說 他就會沒有了個誘因去繼續在聯合國做事 但其實這樣是不是就證明了 其實不是證明了有關同學所 就是證明了我們這個五常其實就是需要這個口決權 這個這麼大的權力去繼續在聯合國那裏做到事 但是他為了自己的利益著想 可以做到為自己國家的發展有利的事情 其實這個就是證明了大國在濫用這個口決權的權力 還有各位 正如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問題研究院議長彭忠經教授指出 聯合國安理會的視野應該聚焦於整個世界 而不是只有一兩個國家的利益 所以安理會從來都應該是一個超越傳統國家框架 超越地獄政治鬥爭的國際協調機構 而之所以這麼強調安理會的超限性 原因就是因為聯合國六國主義機關裏面 安理會是唯一一個可以推動有法定約束力議案的機關 面對戰爭爆發的風險 安理會都可以推動經濟制裁 困絕野和野心家的外交關係 甚至對它進行封鎖閒事行動 而聯合國的各個會員必須服從 一個有這麼大權力的機構 如果偏袒出任何一個國家 或者被任何一個國家把持 將會令到它維繫世界和平的工作事項公佩 而現在的否決權就令到五常 有一個國可以控制到安理會 除了我方主便提到 五常濫用否決權去否決議案 否決權更加可以令到大國 將政策偏袒自己人的利益 例如在1997年 美國聯合國的秘書長選舉 由當時的秘書長 布特羅斯加利曾經對美國的強權政治表示不滿 於是美國就在選舉之前恐嚇說 如果各個理事各選加利為主席 就必然會用否決權去否決這次的任命 最終令到各國無可來 我們要選第二個人選 由此可見否決權的影響力 並不單止停留在否決權議案的層面 更為大國採取了很無名的權力 令大國容易把持安理會 所以今天要令到安理會重回 這次國家這個城市的地方 令到它等於保護全人民同層利益 除非取消副上保護全民同層利益 第一步多謝大家 各位 大家好 例如一副位置 不可用兩條問題規立雙方分歧 第一 設立法會權的原意是什麼 我方公便問有方 同不同意法會權有市面上加 有方不敢回應 但問你當年開會的預例怎麼解釋 有方答不出 就用有方最喜歡的學污來說 現在要通過議案去出圍和部隊打俄羅斯 俄羅斯還會留下把民主 中國還會出錢支持安理會打俄羅斯嗎 過去的例子回答你一定不會 先是可惡 主要講過美國知道 世衛偏幫中是不退出 美國不再需要歐盟保護 於是公投退出 結論是政治現實下 各個只顧自己利益 取消可惡權約同 不斷五常自保手段 收回當初家居同國的誘因 為何五常更肯留意出錢出來 所以有方認為取消可惡權 俄會戰爭就可以被制裁 但有方利署建基於安理會儘常任在 但五常退出減少參與 安理會失去五常的公平和支援 香港安法已經沒有了六成 沒有安法是何來為何部隊和民主支援 最後想改變到的地方 一樣做不到和他們的處 所以有方認為取消可惡權會 每個一切都更公平些 但按照有方的邏輯 為何不將所有國家立安理會 又或者將所有議案放上聯合國會 那不會更公平的 所以公平的標準在哪裏 就是貢獻超過一本經費 一個非洲貢獻一個法運比努勞 為何也有一條 那是否另外一條不公 有方需要解釋 所以就做到第二條問題 為何國會權那麼重要 北韓眾觀歷史或國際分析 眾觀歷史過去二十年 安理會八成七的議案 都一致通過 包括二一年的利比亞特勢 額外議案 講起一七年 中國折扣貿易超過九成 但中國依然投下贊成票 通過會定 北韓減少三分一的外匯收入和經濟制裁 有方單拉舉出少數被妥協的例子 但大概做得好的案例又不見 有方拿出來紮紮 再減一乘三被妥協的議案 有方就污名犯五常 覺得妥協的議案就是不人道 是歷史的罪惡 但有方會看清楚犯罪 反對的原因就斷停 那是全方 主編講過 俄羅斯成功保護法治中國界 有方沒有活應 再看06年 譴責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議案 當年議派已經被談判戒決 假如謬言譴責和制裁 只會令以色列轉往加利 所以美國運用可樂權 目的不是自私保護以色列 而是要確保和談順利 不會臺死局中 環境國際其他國際組織 例如歐盟和北約都有可樂權 最近歐盟想抵制俄羅斯產品 但少數國家極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 補償可樂權才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所以正如浸大傳理系客席黨施 張小偉所知 可以權不確保公平 國民之有勢力國家形成多數 有方是否認為國際關係上 少數國家都可以被謀鼓呢 多謝各位 請 pone 提示 長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俄罗斯引力如辱 当市民退出成本这么高时 俄罗斯又怎会离开联合国呢 何况就算美国和俄罗斯离开 为何他们一旦没有否决权就离开呢 就是因为他们离开的唯一原因 是因为他们本债在用否决权去保护自身利益 又在滥用中 但他们没有否决权之后 他们不能滥用便离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俄罗斯面对英国两眼 要么就是保留口决权 又不由这些大国用权力 有尊环独断 继续犯法 一些后果都没有 要么就是取消口决 这些大国可能会离开 安理会支援胡克兰的议案 这些议案全部都不用被口决 安理可以采取制裁封锁 维护世界无平 那俄罗斯觉得中国更加好呢 俄罗斯又说大国国事上有更大影响力 所以就有更大的权力 看回现况联合国的运作 亦组织不依赖五常 例如2022年支付联合国会费 招呼五常的 已经有印度、德国、日本等发展公制体 那等五常继续拿着 和自己实力不相似的权力 又是否适用于今天八家争民的国际形势呢 在座各位 今天访阅权意味着什么 是意味着联合国只需要考虑五常的意愿 不单限制了其他国家 在和国际上发挥的角色 单单剥除了他们为自由发声的权力 即使主角如何在联合国大会上 推动新的和平条约 由于采取实际行动 依然都需要经过安理会审议 你五常得意 利用否决权阻止不离止的行动 所以要令各国重申得到应有的重视 唯有靠取消五常否决权 多谢各位 还有请正方议告发言时间 三分两分 没有消息 不需要扣分 还有请反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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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有方想得太簡單 以為取消否決權所有國家都會異口同聲 為不公義發聲 但政治法都是以利益為依歸 前場說過沒有否決權就沒有五十多協助 紛爭維持不變 有方沒有回應過 今天有方談論說 應該要每個國家都有投票的權利 每個國家都要發聲 但今天每個國家都有投票的權利 才會顯現第二種的不公 因為貢獻從來都不一樣 今天假如真的取消了否決權 但可以拉攏其他小國 甚至少會支持跟他們背景相似的國家 一大一度的國家支持中國等 這些又是否就是有方所說的公平 今天有方正在討論 有很多否決 但今天有方從來沒有論證過 否決有原因 或者有方三個位置 有方從來都沒有達過 今天真正矛盾的是有方 今天有方只是針對一成三個 他們濫用那些權力 否決了很多的議案 我跟有方說過 八成的議案都傳票通時 有方從來都沒有回應過 我方舉出前國務卿會退職的例子 有方又說不是他只是胡說 看歷史 世界會新造的巴黎協會 巴黎協議 哪一個不是權威 美國退出了 俄羅斯退出了 他們必然都會退出 不是所有人 我方今天都從來沒有說過 不是所有人都有否決權 有方在人命面前說民主 因為今天原來要激怒俄羅斯 令俄羅斯爆發 但為什麼有方這麼逃過 不是我們要講民主 我們要激怒他 今天有方跟我們舉了否決的意外 我們一起審視 今天有方舉了俄烏衝突 俄方一副說過 中俄兩國退出 我們會做怎樣運撞 跟一萬個來講 講制裁 俄羅斯總理在瑞合組織指出 已經克服了一萬二千多項制裁 穩定了經濟局勢 有方從來沒有回應 就覺得 不是加多幾項制裁就搞定了 然後再講維和部隊出動 今天俄烏兩國的戰爭 變成了俄羅斯打了全世界 但希望和規模成正比 這麼爭奪的時候 有方的和平了 究竟在哪裡呢 可見取消了否決權 有方的理想世界根本不會發生 反而說上加上 五常可以透過聯合國互相監察 但當大國退出 做些什麼 沒有人知道 更加沒有國際討厚 更加沒有國際包袱 於是有更加大的藉口使用權力 使用武力 前居可駕 巴黎和約針對得意兩國 國際聯盟進一步杯葛 制裁得意一同盟 最終引發意見 今天五常實力遠超 當年得意一 那麼大家 當我們會議案打擊俄羅斯勢力 沒辦法自保的他會怎樣做呢 永康就覺得他會道歉阿蘇和你做好朋友 但是大家都會笑 現實只會弄巧反著 激發這麼大的仇恨 要成大規模戰爭 最封刺激是 連俄羅斯總統普京都說 取消了火決權 只會產生第二個國際聯盟做夢牙老虎 有方是否要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才會醒呢 我方都明白 火決權有瑕疵 制止不了每場紛爭 但正如二十一世紀的問題 智庫七行長那麼說 能夠避免到大國之間的戰爭 所以 壞與共壞的世界 大家會怎樣呢 多謝各位 反方依附的大戰時間為三元零六元 無消息的水扣 在場人質有變 甚至雙方各有三分鐘的大戰時間 當某方發言時間不準 本人不宣布任何等的成果時間 各方可以自由在一位 多於任何人面前發言 他們必須在本環節發言 如果本環節結束後 在場人質發現有變源從未發言 我即場提出 屬實說該變源所屬一方 將會被每位評判扣除五分 請問雙方有甚麼問題 好 若無 若無的話自由辯論環節的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變源 首先發言 有沒有覺得 由五成自己甚麼都拿著意 還是由每國一國一票 投票開台 給予更加多國家聲音呢 世界有很多紛爭 我也很痛心 但取消投票權可以有甚麼改變 取消投票權 大家都有投票的權利 不會被人投票了 但所有投票出來的議案 都是主流意見 為何不在這裏做法 有方便反對整個民主制度 所以今天講主流意見 但今天我們看國際 不是要看主流意見 我們要看如何制定更好的方案 請問有方 在友方方案下 如何避免更加大的紛爭 如何制定更好的方案 就是照國方案 是符合主流民意 不是一個好的方案 我想問有方 今天有方 就是看大國的利益 只是看大國 他們專頑獨斷 所有的權力 全部拿諸於手 那為何你們不維護那小愛權 所以有方的主流利益 是否就代表好 它的主流利益 因為所有國家 是一起共同選出來 每個輪流做兩年 請問他們的利益 是否全世界討論完 5個國家的利益 還是15個國家一起討論完的利益 是會更加承認共同利益 有方氣候變化的時候 西方國家把所有責任 推給發展主流的國家的時候 有方是不是都贊成 為何西方中所推翻給小數國家 說不定是小數國家才是問題存在 有方有什麼類似 有方的意外是這樣說的 有方 但是那個意外可能說的是事實呢 有方根本沒有聽過小哥的意見 議案又不看 為什麼反對 有方是否代表主流利益就更好 我方根本看到主流利益 就算他未必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他怎麽都好過你只有五個國家討論出來的 這個利益 不是的 從來都不是五個國家 今天俄羅斯他保護一些小數國家的意見的時候 這個就是氣候變化 國外展開 他們可以幫助一些發展主流的國家 這個不是只有五成傭 為何俄羅斯要保護小哥的利益 因為本身有否權 所以小哥出色都出不了 他才要用大國討論小哥 為什麽是否 所以今天俄羅斯說 原來俄羅斯是真的保護了小哥的時候 這個就是俄羅斯沒有硬的否決權 但如果沒有否決權的話 連保護都不用 每個小哥都可以有平等發聲的權利 為什麽這樣 是一個更加好的情況 所以結論就是 取消否決權之後 大國不會再高人一等 小哥可以有相同的投票權利 可以和大家一起 去令到議案的誕生 為什麽會有更加好的做法 友方也會說小哥 小哥就是世界上少數 你用了一人一票制 你還怎麽去公平 再問多次友方 如果今天通過了制裁俄羅斯 更加打過來的時候 是不是世界對俄羅斯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是友方支持了賣力權主義 就是你支持了俄羅斯公帝奧克蘭 我不知道什麽是賣力權主義 請友方認清楚 今天友方投入關於少數支持 少數服從多數的時候 就是因為友方覺得 每一方決定之後 他會發現一帶一路的國家互相支持 西方主義國家互相支持的時候 所以友方所謂的少數國家 如何保護他們的權利 結派有一個問題 美國也有民主和共和黨 然後友方說 你這麽不喜歡成群結黨 是否反對了整個民主制 又派下聯合派人 所以今天友方說 結派沒有問題 但原來會加到國際關係撕裂 原來結派的時候 聯合國沒有用的時候 那我還要聯合過來做什麽呢 所以對於中國退出 退出了無資金 怎麽實行友方所謂的 和貴務行動 有方同行 現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分佈是8比7 就是美國陣營和中國陣營是8比7 那為什麽會是拉檔劫牌呢 今天友方自己和我們說 拉檔劫牌沒有問題 友方今天和香港會出現的時候 友方自己沒有回答 友方我不明白你說什麽 友方今天看到他就是拉檔劫牌 沒有問題 因爲這個是 就好像友方所說 這個是自然的現象 但我現在只要是 那些政策是符合大多數國家 你就可以通過 爲什麽取消法會權 不可以代表更加多人 是要友方自己決定的 那友方成不成為聯合國 是要制定一個好的方案 聯合國制定好的方案 方法就不是靠五個國家 談 由其他十個個案子上 你試過沒有保權出聲 而是要所有十五個國家 代表全世界共同利益 一起談出來的方法 才是一個好方案 所以今天友方不斷妖魔法五常 就說所有意外都是五常來談出來 但友方今天看到的 不是友方沒有回應過 今天友方如果真的覺得 五常不夠代表 不要緊 今天友方覺得代表 今天友方根本不是討論取消否權 只是覺得五常不夠代表 直接去討論 不要緊 今天友方覺得值得加入國家 怎麽值得加入國家 值得加入國民 非常理事局 非常理事局 是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談出來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所有理事局 不是所有國家都認同 所以我們要取消他們的否權 讓他們有失敗的定位 他們不一定認同 他們都認同 反方結論的發言時間為三分四十七秒 好消息不足扣分 現在有請正方結論 主席評判有份訪問在座各位 大家好 我都有一個夢就是戰爭不再發生 人們不用再在戰爭中痛失家人 家園之苦 不同人和不同國家用平等和尊重的相待 各個可以團結起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這就是安理會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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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份學都說得很好 他們說權力使人腐敗 絕對的權力一定導致腐敗 這個否決權 它的本質就是一個無限的權力 那些大國就可以無限的否決 他們用這個否決去干預聯合國的和平行動 就是從自己的利益去否決對世界有利的意願 不受安理會的約束 對於安理會成為一個五常的國力場 保護者 在今後面對怎樣頂承安理會的原意 雙方出現了以下的分歧 用三條問題來歸入分歧 第一 有分學認為各國在安理會的法規是怎樣 一分學認為那些小國是少的 沒有貢獻的 但是正如我方一副二副都說了 日本非洲他們在外交 和他們在資源上的貢獻 都是與五常相等的 一分學又說會有一方獨大 但我們一副都說過 我們要三分之二的盟友去贊成 還有就是他們的勢力都是平衡的 否決權取消了之後 五常不可以靠自己的利益去否決議案 我覺得之前就必須要和各國磋商 聆聽其他國家 其他非常有理事的聲音 提出並實行對世界有共同利益的議案 這個平衡相待就是我們希望看到你的最終目標 就是安理會將五常的利益 還是應該將五常的利益 將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擺放在第一位呢? 所以有方同學的立論 有方同學無非理會 五常的利益應該擺放在第一位 因為他們有錢 又有武器去提供 這樣就是好像… 但我看見有方同學說的話 是完全違反了安理會的宗旨 他的服務對象應該是全人類 而不是五常的 因此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應該擺放在第一位 就是俄羅斯用了俄羅斯的戰爭 俄羅斯不斷用這個否決權 去否決其他國家對他的戰爭 美國就恐嚇 就用否決權去恐嚇各國不投票給家里 還有美國用否決權逃避了他在國際法院 被判了要賠款的3億7千萬 但是他就用否決權去逃避這個債務 他們只是濫用這個否決權 那是否就像有方同學所說的 即是可以維持到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呢 還有就是有方同學說 俄羅斯在幫助這些國家 即是好的議案 就可以有些大國支持他們通過 但是想在俄康這個立場裏 大家一起去投票 大家一起去討論 要不是可以做到一個更好的議案 去繼續… 其實有方同學剛才說的好的議案 當然依舊是會通過的 所以有方同學的單位是絕對不存在的 最後就是這個安理會的角色是甚麼呢 但是… 最後呢 安理會的角色是不應該是本常的政治舞台 就像烏克蘭的陣營司機一樣說過 保護權民應該是由俄羅斯上任製造死亡的權利 取消否決不是懲罰而是和平的希望 之後取消否決權各個司法都回到安理會的約束之下 安理會賽了 才可以有全力去唱天王平 十二目標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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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的運動方面 其實今場所說的這個協會權 其實大家可能會在例子上 互相查一下對方的例子 但今場比較可識的就是 大家好像只是說自己的例子 即是對方的例子都會說惡污的問題 但下方就很難說 例如說未嫌好的問題 但就沒有嘗試去拆解對方的例子 例如說當對方說一個有嫌好問題的時候 那正方會不會覺得 其實當時的確決都是一種濫用呢 有一種策略我又聽不到 類似是反抗 可能反抗都一樣可以問回正方 但很可惜的是 大家都只是拘留於自己的例子的時候 就很難在例子上分析一個勝負 都很難推分究竟是真的濫用 究竟是真的為了維護小國 或是維護自己的利益 就沒有辦法分析一個勝負 這個我覺得在例子上有可惜的地方 至於就是剩下兩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 取消了否投票權會不會更公平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講 第一個就是長官投票權上 大家對於投票權有一個非常不同的認知 例如正方會覺得要民主的 但我就會有一個少許的疑惑 尤其是當你主編的時候都提出過 我們這70億人的意見 就是更加於五個常理事國的手上 就是一個黑暗的做法 你主編成才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但是會覺得當你這麼為民主發聲 又或者這麼支持民主的時候 但實際上安理會本身就不是一個 說所有聯合國成員國都可以投票在一個地方 所以你是否覺得安理會這種選代表出來投票的方式 又不是完全民主呢 雖然你們說非常任理事國都是投票產生 但是常任理事國是保持著 即是不會緩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是否覺得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之間 已經有一個權力不對勁呢 是否本身常任理事國這個制度已經出錯了 如果按照你們這麼為民主發聲的一個立場的話 這是我的少許疑問 而則對著反光 反光對於公平的立場就更多了 我聽了很多不同的說法 包括你會說現在小國沒有發聲的權利 應該說你取消了法律之後 小國就不會再有發聲的權利 其實我是覺得有些奇怪的 因為就著你們的立場來說 現在口決權是你們想維護大國 或者你們覺得大國是應該有這個權利 其實在現況下小國就已經沒有發聲的權利 即是如果我少這個農村的話 其次就是你們會認為小國沒有發聲的權利 是因為他們可能會結派或者拉攏 但是問題是在現況下一樣有拉攏 這個拉攏不是由口決權代理 也不是由聯合國代理 本身的國際形勢會導致到一個互相結派的情況下 我會想這件事是否真的和今天這件事 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還有一個我覺得比較不太理想的立場 即我聽到的時候 就是你會說小國就是等於小 我覺得有點奇怪 小國並不是代表少數 只是代表它的政治權利 或者它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不多 但並不是代表這堆少國是少數 反而是大國才是少數 如果按照這樣說的話 還有其次就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不太能夠說服我的說法 就是你們會說要嘗試跟一個分配平等的原則 去決定投票權 即是你說現在大國給很多錢 他們就應該擁有這個權利 但問題是在於其實對方也有回應到你的 現在有些國家已經給多了錢 即是給錢是比得多於五常 但你們譬如說 世界日後長有沒有再回應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所謂分配平等的原則 因為對方也反過了 你有沒有再回應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這個就比較有難去說服我的 至於去到第二個層面 就是那個實際行動上 即是究竟聯合國安理會有些甚麼行動 可以做到去維護這個公平 或者維護這個和平呢 都是今天聽不到的 譬如說今天政府會說很多 我們有確定的權利 我們可以怎樣怎樣 但是我沒有聽到有些甚麼實際的情況 或者有些甚麼實際的例子 是真的安理會去嘗試去成功做到維護和平這件事 反而是對方會說 那就是出兵 即是用這個聯合國的部隊 但我就在想 其實聯合國安理會除了出兵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都一樣會有其他手段 可以做到制裁呢 譬如說是經濟制裁 可以有的 那當對方會說 那鵝骨自身的時候 然後出兵就變得更加亂 那其實政府都可以回應 那我們除了出兵 也一樣有其他制裁手法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 是相對而比較理想的回應方式 那但是我屬於今天 在那個實際上的制裁行動 都沒有甚麼提及的時候 就覺得是比較可惜的 那至於去到最後一點 就是說那個 究竟會不會退出的問題 那今天反方就很堅定的 就說其實大國都會退出的 因為本身口血拳 就是一個優先他們 加入聯合國的一個手段 那但是 嗯 我覺得是在這方面 其實前場 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 就是 因為對方都不真的 很會影到這個說法 那但是站在你們的主線建構上 我又覺得 會有點奇怪 為甚麼呢 因為你們第二個論點 就說他們會退出 是第一個論點 第一個論點說他們會退出 但是同時 又說說 沒有了火血拳之後 會有一些結盟 又或者是大國拉動小國的情況 那我就在想 其實這兩個情況 是否 就是有少少矛盾 因為如果你說他會退出 那就不會再拉動小國 但是如果他 就是 如果你要他 做成一個大國拉動小國 或者是否小國的情況 那就是他不會退出 那究竟是會還是不會退出呢 那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正方都沒有指出 一個 就是情況上的鬧陣 那我覺得都是比較可惜的 那至於那個 會不會退出的位置 我覺得整體而言 其實正方的回應 都是相對而比較博弱的 就是尤其是 當局當真是說了 比較多的 就是權威 尤其是法國發言出來 又說他會退出的時候 那我覺得正方可能 要再在這一方面 就是給少少心機 對 尤其是 謝謝 那現在 再有請 鄭老師為 好 那大家好 那11月大家都辛苦了 那我做老師 那大家做同學 應該都很多策研 以及已經預備 這條片體 其實我覺得 第一次 這條片體 就已經是打聯合國 我自己預備的時候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要看 聯合國裏面的議案 真的有很多安理會的議案 如果你逐個逐個看 其實是很痛苦 而且我已經很欣賞大家 因為我自己在上一場裏 我自己都會打的 那我看上一場裏 我覺得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沒有什麼類子 只是沒有好自治 是的 但在這一場裏面 我覺得大家有嘗試過 去用舉很多不同的例子 例如 有一個林飛 然後反方裏面 又說過 韓馬氣候等等 等等 那我感覺 就是覺得 比較全面一點 那我是提醒的 在這個例子的數量上面 不過在這個例子的運用方面 我覺得可能大家要去想一想 例如我用了這個例子 我最終想達到什麼的效果 舉個例子 例如說 如果你說氣候議案的話 你是擺在 和減少衝突背道而馳的 反方裏面 可能你就想一下 究竟氣候議案 和減少衝突背道而馳之間 那個關係是什麼 那你要再做一步推論 如果不是的話 只是 大家都答了很多例子 我聽的時候 其實我中間都覺得 很多例子 但是那些例子和否決決的關係 那個關係在哪裡 我聽得很清楚 所以在那個例子的展述上面 我覺得大家可能做了一份功夫 其實政方 你也有去主演的時候 其實你問到很多 我都覺得挺漂亮 在韓紫大國瀾的時候 你說的是冷戰時期 在這個30年裡面 有13個維護 有沒有因為有否決決的出現 而被 其實我只想帶好人跟進 這個例子就沒有了 那舉個例子 說的是13個維護 其實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按理會的積乏 為什麼因為有否決決的出現 不能夠預常進行呢 如果沒有否決決的出現 他又怎樣可以做到 他原本你說要公平的 建章裡面 要尊重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的展示 你可以更加多 這個第一點就是指引我 第二點是公平方面 我很期待公平的 因為很久沒有試過公平 但是我看到就是 有一方明顯是有多些策略的 例如 其實我們自己預備公平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會用yes no questions 開始 因為我們想收窄 收窄對方的觀點 希望收窄到戰場 令到戰場可以有利自己多一點 所以其實如果往後 你打另外幾場的時候 就是想一下 究竟他怎樣用yes no questions 開始 以至於慢慢收窄 其實最簡單的 就是你在一個版面 給你一個問題 yes和no 如果yes的話 對方會怎樣回答 你會怎樣做 再yes和no 這樣下去 如果下一個 如果是no的 又是這樣 yes和no 你就會在整個策略裡面 就會清拭很多 還有 你要想一下 通常一般來說 可能你只需要處理 你想處理三個問題 兩分鐘後 可能兩三個問題 如果只是處理兩三個問題的時候 你最後 提議與投資家 應該要想 最後做出一個conclusion 這個是 即是我們都要去 即是我們都要去 即是要學習 不然整個風變 就會很outflow 對啦 很outflow 而且都是要給他們一些機會 他們解釋的 對啦 即是有時 真是太快的conclusion 其實對方 都未講完的話 我覺得這裏就會善 對啦 即是好像給 你沒有機會去解釋 對啦 你都要聽他說什麼 否則太快的conclusion 就好像成為另一個爆端的出現 對啦 他沒有爆端的 對啦 最後一件就是自由變 對啦 自由變 其實我覺得 你們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有想過 你們的策略 例如自由變是怎樣 但是 去到中間 很多事情都是很混亂 對啦 你有時開了A戰場 又不是繼續過去 然後就要去B戰場 B戰場 其實不如你在這個戰場裏 本性風和反方也好 你問清楚 你先拿到你想要的東西 做一個conclusion線 你先跳到另一個戰場 如果不是的話 整件事就好像要聽兩邊 在不停地說自己的事情 但是那個交鋒海 又或者這麼多 也都沒有人總結到傳場給我聽 這個是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的事情 最後就是我 見到有個別的議員會流於讀稿 對啦 真的很明顯的 對啦 即使讀稿也不太明顯 對啦 表達上會好些 可以這樣 對啦 讀稿這件事對我來說 我是會幾口訓的 對啦 特別是月園運勇 還有要同工方面 對啦 因為我覺得 除了政主之外 其實其他 我都不希望會有這麼讀稿的情況 不過可能是中間的時候 我都會看到 對啦 過別可能有些負面 都會容易有讀稿的情況 還有這麼快下底稿的 一天就知道是底稿來的 對啦 搭了兩條做底稿 對啦 快了一點點 這樣 對啦 大家留意一下 還有要有框架 對啦 不要散打 對啦 不要散打 所謂有框架 最主要是 最簡單的話 我們其實都要處理兩個問題 或者可能作為一副的 我們的分析其實主要集中在這裏 對啦 然後就演繹下去 如果不是你沒有框架 你散打 是你答了一個問題 但是和你的電體推翻 或者你成立 那個的關係在哪裏 我不知道你回答了一個問題 還有沒有超時 記得 我知道有兩張的 但是在過後之後的比賽 即是有經驗的時候 就沒有超時 因為超時真的很善良 對啦 謝謝 謝謝 那麼最後就有請李小姐 和你一場去的 老婆 那麼就要來講 體積要來講 其實現在的老星 講到很多人內容上的一些問題 那我也覺得 我今天其實覺得 即是要這條題 的內容所得 就是說 大家可能都有一個 出現來的一個比賽 不過這條題可能 都很難聽到 因為昨天有些 香港政治有些 很通常的東西 那 那就高薪做了政策的情況 但我覺得今天是政策先說 最大的問題是你們不是說沒有任何資料 但你們打得不夠狂 可能是公佔你都沒有感覺 而對面可能拿在例子時你都會無法解決 我會覺得你們可以打放這個位置 就是因為對面的人拿著 現有機制之下 其實原來國影衝過有可能8成7的現案 其實我覺得你不妨大膽成了它是有通過一些事情 但我今天體驗了否有一個法律的權利 我們要看什麼 看完它做得10%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同一個所謂的 原來做得10%不是說一些氣候的問題 是說完是種大屠殺 例如老闆大那樣 可能是在這裏下怎麼偶爾的戰爭 所以我會覺得原來正底10%在說話 背後是有什麼無所謂的 不如同一個聲明 就是放下10%通過之後 然後對於整個世界 即是會有一代價是多大呢 所以在這些位置的時候 不是我對現 用一個好像比較大的數字 去答你 就要全部接收一樣 特別是這個位置 我覺得不妨一副出來 真的試一下 因為一副 也就像是證明一副 其實我也很難 因為你沒有準備的時間 所以出來的時候 你不妨不需要幫它落 結合不需要博太多 但你不是熱症反著一些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放少許的位置 然後 例子方面我都會覺得 其實我都會覺得 其實我都會覺得很多類似 不過我感覺到的就是 你們很熟自己的方的例子 但你們不熟對面方的例子 所以我覺得成長比賽就是 我知道你們不是沒有聽到對面的例子 其實你們根本不熟,其實我查不到 而我感覺到的就是 反方可能是比較熟一點 因為感覺到很… 正方第三個通 我們覺得成長反方問很多次 就會採取如何處理 就是控制度採取這個位置 那… 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跟任何 我看不見題 我可以聽你們場上的一些反應 即是說吧 那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正方可能你未必之前查過 即是熱的就是 因為其實大家都說過 對面和國安 你每一個是一個 可能唯一一個國際成立平台 即使它現在效益這麼大 但當你一到大國 因為沒有所謂團賽出了之後 其實它的狀態是因為被人孤立了 所以安慰會 我們在不同的國安說一下 它不是來講戰爭 它還有不同的糧食 還有議題 當你取出了這麼大的國際做得的時候 你留下一些地區成立組織的時候 那那個大國 它是不是真的會因為沒有所謂的 就是原來國 為何最初會被這個狀態給你呢 即是為何最初會這個情況呢 其實就是因為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的印度 他們已經說了 就是說原來取消了為何為世界好呢 因為那個決定權可以 根據大多數國家 根據主流國家意見 但今天我覺得為世界好 還有你根據大多數國家的理負責 是一種一回事來的 你帶多數國家去詮異 等不等於為世界好呢 其實還有一個問號的 就是 他今天覺得為世界好 還是覺得 還是其實政府覺得 按理負責決定都不要緊的 因為他們現在五個不夠多 不夠多我們就加了 不需要否決的 即這個位置 我覺得不可以抽成一下 他們的準則 是的 還有就是相當欠辯 我有少許的便宜 因為我看到其實 都覺得是可能比較好 之後就 如果正義的話 我會想到你可以試試 梳理一下整個內容 其實他由性格至今做了些甚麼 即不是說叫你照規歷史 即是當年六安 如果他做不到之後 有些甚麼可能認真發生 就是很多剛剛說的那3% 就是背後有些挺慘的 就是我覺得不妨梳理一下 例如我承諾很多例子 但我會覺得你差一個人 在這個位置給梳理出來 而反而的話 這個位置 我就會覺得 你可以試試在對比之下 就是想當你有那個權 和沒有那個權 之後的環境會發生甚麼事 因為我覺得二副的位置 就是你想要有一個更差的世界 還是要有一個更差的世界 我覺得現在承諾這個位置 他給我們一個picture 給我們去看 就是當有和沒有的分別在哪裏 最後一個小便宜 就是自俄辯論那裏 其實我會很有趣 就是有一段一段說的 以前我自己可能在大學打辯論 但3D就不是真的不自救 我們都會有兩個戰場 SET3首第一條問題是問甚麼 就算問YES NO押忍都會 我們都會想可能對方會怎樣回答 它怎樣回答的時候 我們再落到哪個框架 一條問題就可能要問四、五次左右 我們就要落自己一個的擴充成這樣 如果之後大家都還有順口機會 不妨可以分解公仔 一個人就是主攻守 另外一個就真的要負責轉戰場 你要很清楚知道你想要的答案就是轉戰場 那就不會讓他們覺得你是不停交問題 但就沒有一個人去盡其地盯過 那就大概這麼多 首先是最佳演員的獎學 今天的最佳演員是正方演王文學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為一票 反方得票為兩票 總之今天釋出的是反方 全灣工人學傳譯紀念祝賀場 恭喜今場表演